浓浓的火山灰云冲上四公里高空 印尼苏拉威西岛强震海啸过后 3号上午不谈火山突然喷发 火山灰朝西方与西北方飘去 当地处于第三级警戒状态 有关当局呼吁民众 不要再半径四公里内活动 由于火山距离巴陆市有上千公里 相关救援行动不会受到影响 火山喷发是否与地震有关还无法确定 但是鱼正在山区引发的土石流 却阻断了通往巴陆市的重要干道 许多人挂心灾区亲人 带着物资日夜赶路 还有受阻的救难人员 等着去分担重责 终于在两个小时后 抢通成功 危机解除 有的人赶着进去 有的人急着出来 虽然机场的瓦砾堆还没清除 但是大厅内外依然挤满后继民众 海啸过后 巴陆市到现在都还看到 有地方淹水未退 印尼政府公布最新救灾行动 目前已经有26个国家愿意提供搜救援助 重建工作困难重重 但是已经有民众迫不及待 试图先恢复网络 希望早点与外界联络 带新闻女方编译 带新闻女方编译 我们下期再见